前隆电影系列拥有超庞大的故事剧情 而制作人小岛秀夫以游戏抖眼之居 就像电影一般 小岛都会在游戏中藏着许多的小彩蛋 这对前隆迷们来说已经见怪不怪了 去年发售的前隆电影五元宝典之中 在最初发布的平台独占任务里 更是藏着满满的怀旧格 让玩过初代前隆电影的玩家 受到美丁美丹 最后的极限问答 更是考验粉丝们对前隆电影的忠诚度 老实说 第一次要全部答对 还真的有点困 事隔一年 小岛工作室面临即将解散的命运 魔宫时Konami更是展开一连串的去小岛化行动 专属频道Kojima Station 更被硬生生腰斩 接着各种Kojima Productions被拔掉 连许多玩家期待已久 小岛秀夫参与制作的恐怖新作沉默之丘 也宣告终止计划 前岛游戏PT也从PSN上被下架 正当各国媒体大肆报道着 整个事件的种种异团时 却没有人注意到 小岛秀夫早在游戏中试着警告玩家 潜龙蝶影即将走向毁灭之路 我们回到前面提到的独占任务 玩家除了要触发与任务照片相符的场景事件之外 Kaz在无线电中不断提醒玩家 如果还有其他想做的事情也可以试着去完成 在地图中一间武器仓库里 玩家可以拿到一把配有消除光线的腹枪 可以把地图上出现的潜龙蝶影标志消除 有趣的是只有小岛秀夫参与制作的正统系列才会被消除 其他系列甚至连呼叫Kaz都念不出来 这个彩蛋大部分的玩家都玩过 但是一年多前的当下 谁会知道这就是小岛秀夫 试着警告玩家的预言呢? 面对自己一手打造的系列即将被抹灭 小岛秀夫更在玩家消除所有小岛兼制的潜龙蝶影后 用自己的声音回应玩家 即将在9月1日发售的《潜龙蝶影5幻痛》 昨日也公布了电头海报 上面写着当到达报复的镜头时 你将沾满鲜血 超强烈的血腥感让玩家对这次的题材充满好奇 小岛秀夫曾在2010年时说过 这次的剧情将有许多禁忌的议题 如果一个不小心 搞不好会让他无法在业界待下去 这也暗示着星座幻动中 会有一般游戏中不会出现的议题 到底是多么禁忌的议题 就等着后续公布的细节才能知道 有兴趣的玩家们 不妨订阅我们的频道 锁定我们的后续报道咯